第二大股东就是孙正义旗下的远银 上星期五将大概是47.3100万的货搬入了Sikers 以当日收市价计货值大概是115亿 今次传入Sikers的金额就说到 就是47.31亿股 其实与远银持股量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大家就会猜想或者觉得都是推论 就是说有机会今次的转仓行动就跟远银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在Sikers里面的双汤股份大概就占总股本就7.3% 还有转了仓之后 汇丰就成为了双汤第二大的持仓券商 第一大就是富途的 富途持股大概是1.6% 汇丰证券就是15.8% 好,Thomas,你首先就问个问题就是 今次就将一些货货搬进汇控 在Sikers里面看到 之前讨论比亚迪的时候都说过 其实你搬的时候 又会涉及一些存仓费、手组费 以及要有印花税 所以牵涉成本其实也很高 如果这样这么大大货货搬进去 你觉得沽货的机会是不是都比较大了? 如果侵考比亚迪 7月11日看到Sikers的数据有一个变化 当时估计巴菲特会沽货 但是去到现时也过了一个半月有多了 暂时也没有权益披露 但其实我自己个人去看的时候 当时比亚迪 巴菲特会沽货的机会就会比较微一点 因为本身成本价是8元左右 以一只200多元的股份 对应8元的时候 成本价相当低 没有什么沽货是有印的 如果说是看双汤的时候 我自己看 暂时沽货的可能性 我觉得都是微一点 市场去看的时候 这些货的成本大概是117亿港币 除出来每股是2.48元 对应现时的股价 都已经低于2.48元 换句话来说 其实它沽货的时候 肯定要录得一个账面的亏损 另一方面要考虑 除了47亿产货都不野兆 除了在刚才说的券商排名 忽然间令到汇丰有一个跃升状况 如果看股权的分布 远银属于相当第二大股东 如果一下子沽货的时候 以近期大市的表现都比较疲弱 肯定不能有一个很大的买盘来承接 那个股价表现将会相当差 所以之前来说2.04元是低位 但如果它一沽肯定会穿2元 到时就录下一个明显的账面亏损 所以除非远银真的有一个很急需的资金周转的状况 我们刚才详细谈过 即是双汤的seeker搬股的问题 Karen有一个问题 她说我都不敢跟老公说 她双汤是5元有货的 她说现在怎样算好呢 手头有货 她说有一万的 我就估计是一万股 你现在看到她也输了一半 你觉得应该如何复杂策略 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看回5元的时候 也有机会是6月30日那一天 可能观众看到她低害的时候 就是5元的位置 所以就在那个时间里买入了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状况 正如刚才说的时候 2.04元是7月19日 低位在2元之上 所以在比较差的情况下 可以订2元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最后的防线的状况 如果她一直都保持在2元之上 我相信市场的焦点 都是落在未来8月 就是中期业绩的阶段的时候 去公布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为市场带来一些惊喜 所以暂时可以继续持着货 来观望 相对上如果说进取一些的投资者 可能见过股价 在介乎2.1至2.2之间 考虑构货 也可以去想一想 但如果说紧慎的投资者 一栋不如一静 就继续持着货 我相信今年股价 应该有机会 可以逐步重上3元 但如果真的要去5元或以上回本 可能要有个心理准备 有机会在明年 还要有一些利好消息配合 才有机会可以成市 好 好